Odio Jungle Odio Jungle 电视剧里面都有很多穿帮的镜头,有一些是古装剧里面出现了现代的元素,但也有一些是演员本身没,有控制好剧情出现的一些问题。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下,影视剧当中,穿帮镜头里面,最为尴尬的那些吧,小宋家跟胡军曾经合作过一部电视剧,在这部电视剧当中,我们看到剧照中,两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,不知道再想些实摩,可是,你们有没有发现,小宋家虽然穿着特别性感地吊戴黑色美丝裙,可是他的胸好像有点下垂了,似乎没有穿胸罩的样子。 还记得那年我们都在追得武则天传奇马,由于唐朝衣服的元素,因而把娘娘们都给剪成了大头娃娃,固然是大头娃娃,但是从远景中还是能看出范冰冰宏大的胸衣服都遮不住的。 这张剧照中,我们看到马戎翻开窗户,往下面看,应该是在等神魔人,不过发现他屋子里面曾经有人了。 不少网友说,起飞这里面也有宋哲,在楚桥船当中,赵丽颖在那边画画,但是近景拍到的时候,我们却发现,他这,是画了一个神魔东西。 起飞是画的字画像吗?威廉也太可爱了一点吧。 还有一部超级搞笑的抗日剧《女子炸弹部队》当中的,对常薛敏说,我要用石头把飞机炸下来,换一个背景来看,石头就不见了。 果真石头的力量是轰大的,就是这么多的穿帮镜头,让网友们开始习惯了,每看一部剧就在找穿帮,其实拍剧都不容易,难免贵,有穿帮,镜头。